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咱们分享一下关于摄影色彩中的色温 色温是摄影中一个重要部分 但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不太清楚其真正的含义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 色彩和温度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但事实上 一个物体在加热到不同的温度后 其颜色是不一样的 而光源总是根据它的色温来定义的 色温这个词 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色彩的温度 也就说明色彩是有温度的 比如我们说一块铁 这块铁一开尺的时候是黑色的 随着温度的升高就变成了红色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张图 在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 比融化的铁更高的温度是火焰 它的颜色是白色的 并且略微发蓝 这就证明了不同的温度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而在温度低的地方会发出暖色的光线 而温度高的地方会发出冷掉的光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色温表 我们以5500k为分界线 凡是高于5500k的光源偏蓝 凡低于5500k的光源偏红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冷光源和暖光源 我觉得我们作为摄影爱好者 没有必要去记住光源的色温 我们只要记住5500k这个色温就可以了 其他光源大致了解一下 是属于冷光源还是属于暖光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吊灯的照片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张属于温色调的照片 因为它是在白赤灯照射下的场景 我们来一起参照一下色温表 我们可以对照出 它的色温区域大概在3000k左右 大大的低于我们前面所说的5500k 所以说它是属于暖光源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张在自然光线下拍摄的照片 我们通过色温表来对照一下 我们通过比对可以看到 它的色温远远的高于5500k 整幅照片呈现蓝色 基本上是在6500k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组 利用人工光与自然光的不同色彩 来渲染夜色的氛围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都是人工光 而后面的天空是自然光 这种在混合光照明作用下的景观 对于曝光和色温的控制有更高的要求 在这张照片中 人工光的照明 与在自然光环境下的景物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可以用相机中的自动白平衡模式 获取画面想要的色彩 只留我们注意的是 在曝光上 我们需要保证天然光与人工光之间具有可控的光比 所以在拍摄时间的把握上更为重要 我们把握的时间 时间不能够过早 因为过早的话 暮色的氛围不够鲜明 但是也不能太晚 太晚的话 天空光将会变成一片黑色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天空黑漆漆的一片 使环境丧失细节 而看上去一片黑暗 接下来 我们再说一下 色温和色调的区别 色温指的是你所拍摄环境的光源 是冷的还是暖的 而色调指的是一张照片中 色彩的总体倾向 偏重于哪种颜色 是冷色调还是暖色 是大的色彩效果 在大自然中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不同颜色的物体 或被笼罩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之中 或是笼罩在一片渣薄雾之中 或是被统一在冬季银白色的世界之中 在这种不同颜色的物体上笼罩着某种色彩 使不同颜色的物体都带有同一色彩倾向 这样的色彩现象就是色调 色温的控制在我们摄影中经常会遇到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相机的白平衡 就可以改变和还原光线的色彩 而为我们的画面表现服务 在这张照片中 摄影师通过使用低色温值 来拍摄具有较高色温值的天空光环境 使天空光的蓝色调更加浓郁 与天空中的霞光色彩形成反差 以及在霞光中起伏的海面 给整个画面起到了烘托气氛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色温在书本上的定义 色温是对光或光源颜色的一种度量 以理想黑体加热道发出与光源相同的色光时的实际温度作为标准 用K.Kelwin表示 好,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大家收看